住户带着市议员曾宜芳以及基隆市政府都发处和都更办公室人员以及建筑师 查看钢筋裸露和水泥块掉落的地点 因为居民非常担心如果有大一点的地震来袭 生命财产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 位在七堵东兴街四项 七堵火车站对面这几栋大约有38户住户 屋龄40多年的老旧建物 因为居民发现有钢筋裸露以及水泥块掉落等情况 特别是地震过后更明显 居民担心影响到住家安全 因此特地向市议员曾宜芳陈琴 邀请市政府都发处以及都更办公室人员和当地常新里长 姚秦傅等人现场会刊 初步判定没有立即的危险 不过市府方面还是建议住户先做围绕房屋的鉴定 确保安全等级以及后续处理方式 那有没有安全预律当然这个部分 因为它的保护层 保护层的厚度这个部分掉下来还是会找到你们 所以这个部分也许就是 看你们能不能这个尽数先去做一个结构安全的一个鉴定 大家如果有相对应的共识 建商如果未来也协助 因为我们的区域位置非常好 能够往都更或回来改建这边去走的话 我们市政府不管是专案办公室都发出这边 其实在行政程序上或辅导上面 其实都会全程来协助大家来往这个后面推动来进行 但是首先的第一步 我们要先确认房屋有没有立即性的危险 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必要 居住在这里他会认为说很危险 只要一地震我就听到很多落实破裂的声音 那这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拜托都发出这边 可以用其他方式来协助我们 我也会持续来争取一些经费来做一些鉴定 因为其实基隆市很多这样子的围绕建筑 那在基隆市也有其他的案例 那是不是能够来协助加速我们 来做这个鉴定的动作 参加会刊的住户和里长表示 这几栋老旧房屋因为地点好 多年前就有建商 提出合作都更改建的方式 最高可以改建到18层楼高 不过因为还是有部分住户意见不同而破局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对刚才到18层楼高